Hello 大家好 我是Lauren 留言 歡迎大家來到音樂人訪問節目第四七 今天我很高興邀請到鄭新鎮教授 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音樂行政方面的工作 鄭新鎮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管理實務教授 從事藝術行政工作超過30年 包括擔任香港藝術寺 首位華人行政總監 香港藝術佛展局理書長 香港電台第四台台長等 2002年後就專注教學 曾擔任上海音樂學院藝術管理系的系主任和教授 我們現在就開始談談這個音樂行政的工作 我們開始之前不如請教授和我們講解一下 究竟什麼是音樂行政 什麼是藝術行政 其實音樂行政有時候我們就叫做音樂管理 也有時候會講寬一點就是藝術管理 因為主要的分別就是你針對的藝術形式 是只是音樂還是一般的藝術形式 可能包括了舞蹈或畫劇 一般來說我們說藝術管理是嘗試做一個橋樑 擔任一個橋樑的角色 就是將一些藝術的作品 藝術家和觀眾 公眾就是連結在一起 擔任一個這樣的橋樑 當然就是會用一些管理的手段來幫我們去達到這方面 包括要安排一個 比如一個演出這樣說 你要安排人手 你要安排設施 沒有錢就不行的 一定要有這些方面 我們不如說說具體有什麼工作的例子 是否鄭教授也跟我們說三個 音樂行政方面的工作的例子 或者是跟我們將來從事什麼工作 我舉三個例子 我想有些可能是一些小的機構 小的活動 另外一些可能是大一點的活動 另外一個例子可能是除了活動之外 還會包括音樂的培訓等等 首先第一個例子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個好像中大的合唱團 其實我們中大合唱團每年都有週年音樂會 很多演藝團在每年都會顯示下一次音樂會 這個音樂會裡面其實牽涉到很多音樂行政 或者因為成行政的工作 包括了你要搞清楚為什麼要做這個音樂會 你搞清楚目標是什麼 然後清楚目標之後 你就會安排節目 這個目標就是要選擇什麼項目 誰做指揮 誰做伴奏 等等方面節目安排 然後其他就是做場地 財政預算 你又要組織工作的團隊 所有這些方面 也就是說要考慮清楚當你做場地預算的時候 你需不需要去融資 需不需要去賺錢 如果需要的話 你可以牽涉到是找贊助 還是要去找藝術客展局的機構 給你一些資助 好了 決定了這些節目和排練了 然後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有觀眾才行 所以你就要去做營銷的工作 要去賣票 要去推廣 所有這些工作包括 通常我們都會要求負責營銷 那些團隊負責 要做一份場刀 香港各個機構都會做一份場刀 然後有一個演出的時候 你要顛顧到究竟那個舞台上的演出 那個後台的工作 那些燈光 用那個鋼琴等等 那個Stage Manager是誰 等等這些舞台的工作 技術的資源 另一方面就是所謂的前台的工作 前台的工作 就說到時你要有人來接待嘉賓 有人帶位 所有這些方面 接待的工作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說一個小的例子 差不多就是一個周年一和的設施 第二個例子 我就想說香港藝術節 其實香港藝術節可能 那些朋友都會知道 是一年一度的一個很大的活動 說四到五個星期 每年有十幾個香港的場地 他都會用的 所以一個香港藝術節 每年有幾十套的節目 可能有六十套 八十套的節目 而每一套節目 可能如果是音樂會 可能只能演一晚 但如果是一個戲劇的演出 可能是演十場 所以說了幾百個節目 不多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在一個組織方面 在管理方面 其實做一個音樂會 就是一個音樂會 都是大同小異 是剛才說的元素 節目的安排 大銷售等等 所有這些 不過你就變成了 因為有幾十個節目 你將剛才說的 就乘多少 乘60 乘50 那麼多 而且你每一件事都很專業 你要有一個專業的團隊來籌 因為譬如 舉例來說 那個融資的團隊 一般來說 我們叫做發展部的同事 你可能一年 他就要去找幾千萬 去找幾千萬的贊助分 他就要很有方法 他就知道 他就要做很多research 全香港那麼多工修機構 哪些是願意支持美術 還有他們願意支持美術 有些是喜歡音樂的 有些是喜歡畫劇的 有些是有興趣支持法國的 有些有興趣支持美國的 要數好這些research等等 所以那個藝術節的團隊 雖然他一年打一次過藝術節 但他的團隊有幾十多 因為其實他全年 其他時間都要用來籌備這個活動 這個是第二個例子 第三個我想分享的 就是一個比較新的機構 新的團體 就叫做虎效樂譜 其實虎效樂譜就是一個歷史的建築物 但是現在就是專門用來做音樂的一個場地 他搞很多活動 他搞很多活動、音樂會 如果剛才說 他搞活動 可能跟剛才我說的周年音樂會 藝術節的活動 的組織工作沒有那麼大的分別 但是他比剛才說的兩個機構 多了一個額外的東西 第一因為他有一個場地 有一個場地 你就要管理那個場地 就是要搞清潔 還有一般來說 沒有發生事 大家都不覺得有一個重要性 其實每一個場地的安全 就是最重要的 怎樣管理人群 等等這些安全的考慮 所以他有場地管理這一方面 另一方面 就是因為這個機構 也是辦很多的培訓班 音樂的培訓班 甚至有meditation的培訓班 有很多爵士、樂、忠樂等 不同方面的培訓班 所以其實我們一個培訓的機構 裡面又牽涉到一堆 一大堆的課程管理的東西 包括開些甚麼班 找些甚麼人來教 怎樣做招生 怎樣保證質量等等 又是一個大的管理系統 所以最後這個例子 我覺得它是包括了 除了活動之外 亦是包括了課程培訓 其實在音樂管理那裡 特別在香港 或者我覺得是中華爾地區的話 都是一些父老英人很捨得 支持給最好的培訓他們的子女 所以你是搞音樂培訓那些 坦白說 就應該是比較 在收藥那方面 是有保證的 當然一方面你可以說 有個市場大些 但另一方面的競爭性 也會很大 多謝教授 很詳盡地分享了三個例子 我們剛才說了 中大合唱團 香港藝術鐵 以及古炮物圖 從事音樂行政的工作具體 有需要哪些技能呢 是 我想都是說 因為你是做行政 或者做管理的人 都是會需要一個 比較組織能力 組織性比較強的人 可能會將一些 很多亂的東西 但是將它比較有條理 去組織上來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你是做管理工作 你就需要寫很多的文書 溝通的文件 Proposal 報告 所有這些東西 所以你知道 中英文都應該有一定程度 當然你不需要做到 寫得好像文學家那樣漂亮 但是你都起碼 別人看得懂 還有你有說服力 第三個相關的就是 跟別人的溝通能力 跟別人的溝通能力 因為它要接觸很多很多人 它要接觸藝術家 它要接觸工商界的人士 因為希望別人贊助它 它要去佈牆 它又要跟政府官員打交道 所以它要接觸這麼多人 它一定要溝通能力 是要很強 如果它這方面不強 那就是很吃虧 另一方面 管理人一定要做很多事情 因為一方面的工作 就是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 另外你就算是幾好的組織者 你一定要有些問題 現問題要發生 那要怎樣解決問題 所以希望從業員 他的思路要很正正 思路分析 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變成幫助它 有問題嗎 它會很定 去解決問題 我想在藝術館裡面 其實都有不同的工種 剛才說過 可能是戰樂 可能是營銷 可能是做財務 如果你是做財務的工作 或者是做Fundraising 你是做融資的工作 所以坦白說 你對於藝術的認識 音樂的認識 未必需要很近 你反而是一個專業 你如果是accounting 你一定是一個好好的捕記 這方面的知識 一定會有 但是如果你是做格鬥節目 你做格鬥節目 你當然一定要在音樂方面 跟底很紮實 所以要看看你的工種是怎樣 但是我想所有藝術管理人員 有一個共通 我自己覺得它怎樣 就應該他們的EQ EQ都是比較高 因為它特別是你在藝術機構裡面 你要跟藝術家合作 藝術家都有他一些很關心 很關心工作方面的作品 要追求真是美等等 所以你要懂得怎樣去理解他們 和你溝通 我想這幾方面 我覺得這些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其實我身邊都有很多朋友 對這個陰暈行政 或者藝術行政都有興趣 有少了解多一些 他們都很想知道 究竟是什麼性格的人 或者是什麼背景的人 是否比較適合做這方面的工作 是 或者先講性格 我想其實都跟剛才我講的能力方面 都呼應的 就是他一定要比較外向型的人 我覺得他要比較外向型的人 還有很有同理性 於是他才可以跟別人溝通得好 第二他要做行政做得好 他一定要很細心 很細心 有些人真的不能錯 你一錯了 就死人了 你買了一半 你買了一半 他就動不了 所以他一定要很細心 另外一樣 就是他 因為其實我們說 在一個衛生活動裡 最低調的人 應該是管理人 和後台的工作人 所以他應該是那種 有些人很喜歡出風頭 雖然希望被人見到他的工作 但其實管理人 最好的管理人 就是你根本不覺得他在這裏做事 但所有的事都很詳純 所以應該是一個低調的人 最後一點 我想不是一直跟性格有關 但真的可以在美術管理這個領域裏面 可以長久做下去 他應該是在工作時間 在工作時間方面 是會比較彈性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想想 如果你有藝術活動 一般都是夜晚 或者是周末 這些所謂是社交的時間 別人的社交時間 你就會去做事 所以你自己家裡 要有些犧牲等等 所以你要這樣扮演 我想你才適合做一些外食本體的工作 明白 對於整個音樂管理這個行業來講 的發展 教授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前景應該是很正面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我會覺得 第一 其實剛才提過 就是中國人的父母很願意去支持 很願意支持他們的小朋友 可以多一些藝術活動 可以多一些追求 可以多一些追求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香港 其實你比我熟悉 在香港做音樂培訓的工作 就大有市場 大有市場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音樂培訓工作 很多 可能在家裏面包含 或者有個人的私調 但我相信 其實如果在培訓那間裏面 有更多好的本理人 其實可能 可以有更多的空間 給一些培訓的機構去做 如果你是找私人的補習老師 還是去補習社 如果是有些辦得好的補習社 他有什麼能力去一個很好的系統 其實很可能是 本來去私人補習社的人 都會去到一個培訓機構 我覺得這方面應該是 潛力相當大的 另一方面 亦都在香港 其實可以看到 因為音樂水平越來越高 越來越多一些音樂的機構 團體 sing-barket 合唱團 是專業的也好 是非專業的 純粹是業餘性質也好 當然是專業那些 你幫他去專業做 藝術管理的話 這是一份工作 如果是業餘那些 你可能在業餘的團體裏面 做主席 你是無償的工作 是一個志願者 但是這兩樣 我自己都覺得 應該是發展空間 非常非常大 隨著我們整個社會 其實我自己 在過去幾十年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就是看著 香港的音樂 水平越來越高 而且越來越普及 而我相信這個趨勢 應該會繼續 我都很高興聽到 教授對這個行業發展 是非常之正面積極的 都希望會有這麼多學生 對這個方面會有這麼興趣 最後都想問一下教授 對於一些 可能是對這個音樂行政工作 是有興趣的學生 有什麼建議 他們應該去做什麼 去提升自己 你怎麼進入這一行 好 我自己一向的主張 其實可以用三個字來 就是Do Do 然後Learn L-E-A-R-N 然後再Do 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剛才我們講的 管理 行政都 其實就是一個實務的工作 就是做一些組織 使到某些事情發生 所以從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不是在一間學校裡 學會 你怎麼做藝術管理 我有學過 但是那個學 就在我Do之後 我在中學大學的時候 做很多這些組織的工作 剛才說到租大俠卓團 或者Mamity 我們的系會等等 做很多這些事情 因為做這些事情 你才會學會 怎麼跟別人溝通 你想想 就算我一跟進做老師 我也很難覺得 我教學生一堂 如何與別人溝通 我說完一堆 對他用不用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 真的自己下手腳去做 去學 這個是第一 但是做完之後 就要學習 就要真的去上課 還有第二件 就是從你做那裡 要總結經驗 我原來做到A就是對的 B就是做錯了 C就更可以改善 所以做之後 就要學 或者做之餘 要學 學到更加多的層次 更加多知識 又要將這些知識的practice 將它實行 所以就像一個圓圈 這樣做 學習 然後做 你一直滾 我覺得你會越來越 能力會越來越高 是一個不斷進步的一個過程 是 我們今天的訪問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教授和我們 今天分享音樂行政的工作 以及給了我們一些非常好的建議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和我們說 我們下一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